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会不会不公平 你放心 只要你们三个人任何一个 能得到七个名额之一 他们就得再下来 接我们上去 通天路不算禁语之战的内容 所以他们赶胡来 一旦你们要参加禁语之战 古之神国要求各大宗门 必须有人在场监督 否则不能开启 圣天府必须要按时举办禁语之战 错过时间 他们怕古之神国找麻烦 原来如此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接下来 不管是通天路还是禁语之战 只要微生牵蓝的子女在 你帮我多照顾 最好保证安全 能让他感激你 好处无穷 明白吗 明白 前面的路恐怕有点坎坷 但我要把这阳长小道 碾压成康庄大道 今日的通天路之战 定然紧张刺激 是否有看点 确实很有看点 东皇宗就不用说了 每次境遇之战 都要被弄得惨不忍 既然那卫生天兰 还看不清楚形势 就让他的弟子们也品尝品尝 一辈子都抬不起头的机会 听说司空宗主的孙子 是天意精进 见到修为感悟远超常人 天臣才书学浅不足挂齿 倒是明皇一双孙子 都是天意境界 那才可怕 爷爷 你们就别吹嘘了 我们这些年轻人 如何能和圣天府的圣天子相比 七位圣天子 那才是东皇进 真正的天之骄子 你们就别抬高他们了 这七个人 也就龙儿和天意有点本事 你们自己说 是不是 这 父亲 我还差得远呢 论天赋 月玲珑才是当之无愧的最强 嗯 月玲珑确实更胜一筹 看时间 十五位弟子 马上要踏入通天路了 龙儿呢 父亲 他和小叔出去游玩了 上次说 一定会在境遇之战前赶回来 训练苍这家伙 就不怕耽误龙儿修炼 爹 以小叔的天赋和修为 只会让龙姐更胜一筹 毕竟 小叔是我们圣天府最可怕的人吧 就算龙姐不回来 就这四大宗门的人 东皇剑的影子都别想碰到 嗯 好了 开始吧 进通天路 明明一起进入的 却被分散了 看来进入通天路的地点是随机的 这里跟我想象中不一样 感觉很像沉原战场 四个月前 我没有选择圣天府 没想到今天 我还是来了 通天门在最高的山顶处 只要走出那扇门就可以了 别发呆了 有人过来了 啊 西梦灵 是你啊 你自己走 我不想和你同道 告辞 先别走 给我看看你的杰伦 这我还是不想给你看呢 那我只好按住你 自己扯开你的衣袖看了 成 那我就让你看个够 星河魔械 李天命 反抗没有意义 你不亮出杰伦 我打败你自己看 结局还不是一样 少废话 我赶时间 又去了 结盟还自相残杀 真是两个草帽 想看玉蚌相争 坐收渔翁之力 那就一起收拾 少了两个竞争对手 明火 喵喵 速战速决 用你说 喵喵还在睡呢 不是说有个羽蚊神都 突破了天意境 怎么没来 菜鸡还想一跳二 你斗死我得了 哎呀 我们竟然能和这种白痴结盟 哎 就这种小玩意儿 也好意思叫半生兽 哎 给我走去战斗 这是 糟了 暴风 振作一点 你这混蛋 竟然玩硬的 暴风 不客是各国选中的顶尖天子 这都没死 找死 一神剑异 这只机会用剑诀 而且绝对是天意以上的剑诀 开什么玩笑 我都没有练成天意境的剑诀 可恶 又来一个 准备好挨揍了吗 我承认是小看你了 但没有半生兽 你绝对是死定了 这么自信 正好拿你试试我的铁拳